中国电影创作人才 上周电影市场收获6.96亿元票房 海王2失落的王国 夺得周票房网冠军 一闪一闪亮星星 发布下雪场消防安全观影须知 洞察2023影视市场发展风向 拥抱2024中国电影 崭新未来 继续为您带来 中国电影报道特别策划 2023年中系列专题报道 回眸2023 这一年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 离不开老中青三代电影人的 锐意进取 深耕细作 他们心火相传 砥砺前行 在建设电影强国的道路上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作为中国电影界的领军人物 导演张艺谋 今年推出了两部电影 春节档的满江红 和国庆档的《坚入磐石》 两部影片均位列 2023年中国电影票房榜前10位 满江红更是以45.44亿的成绩 拿下冠军宝座 导演陈凯歌 在电影方面继续深耕创作 他指导的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 亮相国庆档 从全新的角度切入抗美援朝战争 让我们得以更加深刻地理解 这段乌兰壮阔的历史 2023年整体上来讲 大家会发现既有前辈的创作者 像张艺谋 陈凯歌 依然有重要的作品 在这一年推出 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一年 更喜人的是一大批 中青年的创作者 成为中流砥柱 作为中国科幻电影创作者中的 中流砥柱 郭帆导演时隔四年 带着《流浪地球2》 重回春节党 不仅再度提高了 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标准 也以40.29亿的票房成绩 位列2023年 中国电影票房榜第二位 导演乌尔善打造的风神第一部 《朝歌风云》将中国经典神话故事 与国际化的电影技术相结合 不仅成功收获观众的认可 也一举拿下第36届 中国电影金机奖最佳故事片奖 我竭尽全力让观众看到它 中国应该有这个类型 应该有人去做这件事情 前辈们的标杆力量 也激发着青年电影人的蓬勃创作力 他们为2023年的中国影视 接连创作了《消失的他》 《长安三万里》 《孤注一掷》等优秀影片 纵观强势出击的新力量导演 在今年都交出了不俗的成绩单 王宝强和深奥 都凭借自己的第二部导演作品 打了一场漂亮的硬炸 此外 戴莫指导的现实题材电影 《三大队》彰显真实的力量 导演魏淑军的两部电影 永安镇故事集《河边的错误》 也同样为类型化的新探索 贡献力量 你是大队长 你不能丢链子 这案我还得办 玩意我还得装 这些年轻的导演说 体现出来对市场的把握 对艺术规律的把握 特别是对社会热点的把握 既有敏感性又有专业性 所以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 而那些已经成长为 中间力量的电影创作者们 也不遗余力地 将自己的创作经验 分享给青年导演 在兼职的保驾护航下 崔瑞 刘祥指导的 消失的他 成功点燃暑期档的观影热潮 刘晓士用《长空之王》 书写是非原的无畏精神 孔大山用宇宙探索编辑部 探索着科幻电影的更多可能性 苏亮和秦海燕也分别通过 《学霸》和《卧经过风暴》 完成了从编剧到导演的身份转变 尤其 好像没有吓死 所有人都在套 不敢情吗 就创作之外的事情 很多是监制 像陈神可能替他去操心 替他去解决 而他们可以把更多的心思 用到创作上面去 从剧本每一句台词 每一个场景 每一个细节他们会去抠 所以他就有了 这个更好的创作的专注度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组成方式 就未来中国电影 可能就是这样一种 星火相传的接力 其实这就是 中国电影未来分工化的 一种体现 青年导演对动画电影的 类型探索也从未停歇 谢军伟和邹靖的首部导演作品 《长安三万里》 让观众感受到了 中国诗歌文化的独特魅力 夏明泽和颜凯打造的 《茶阿二》中 用浓郁的特色方言 尝试着全新的表达形式 因我身当如此盛世 当为大皇 新火相传 初心不改 创作者们锐意进取 以力前行 必将拥抱中国电影 崭新未来 我们会看到老中青 三代的这种电影人 都逐渐地在自己的 各自的赛道上 各自的道路上 体现出自己那种 对艺术的热爱 和对艺术规律的 那种把握的需求 所以我们说 对创作的认真执着 严肃的追求 会成为今年我们看到的 比较好的一个态势和基础 很可能会对未来 中国电影的发展 带来积极的影响 昨天是长津湖战役 胜利73周年纪念日 多家媒体发文 致敬英烈 带领网友 铭记历史 缅怀英雄 下面就请巧云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好的 蓝宇 1950年12月24号 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朝鲜战场上 取得了长津湖战役的胜利 彻底挫败了 由美国率领的联合国军 在圣诞节前 结束朝鲜战争的妄想 这段历史通过电影《长津湖》 被更多国人所了解 也被我们深深地印在了心里 昨天 中国新闻网 和北京时间等媒体 纷纷发布短视频 带领网友一起向英雄致敬 在长津湖战役中 志愿军战士靠着钢铁般的意志 在极寒环境里英勇战斗 他们用自己的生命 守护了祖国的尊严和荣誉 也守护了祖国人民的平安和幸福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即将上映的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 影片自从宣布安排下雪场后 就吸引了众多影迷和网友的关注 为了能让影迷 平安奔赴影院的看雪之约 片方特意邀请消防救援人员 进行了安全演示和详细 剧集的电影版《一闪一闪亮星星》 已经自带流量 下雪场的设置更是点燃了观众的热情 目前影片在猫眼专业版上的 想看人数达到190万 很多观众都对下雪场跃跃欲试 这支消防安全提醒可以说出现得非常及时 是的 电影宣传营销手段的花样翻新 是为了让影片能够触达到更多的观众 但前提是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现在有了这样详细的观影提示 相信《一闪一闪亮星星》 下雪场的体验也会多一层保障 刚刚过去的一周 电影市场共收获6.96亿元票房 其中《海王二失落的王国》 夺得周票房榜冠军 三大队怒潮分裂第二位和第三位 详细战况来看一周电影大数据 12月18号到12月24号这一周 电影市场总票房收获6.96亿元 放映总场次255万场 观影人次达1746万 上映五天斩获超2.19亿元 票房占比达31.4% 一举夺得周票房榜冠军 12月15号上映的三大队 上周票房收获1.81亿元 票房占比达到26% 夺得周票房榜亚军 目前三大队累计票房 已突破4亿 纵观电影市场票房分布 广东省凭借8967万 成为上周第一大票仓 江苏省和浙江省分裂二三位 城市票房前三名为 上海 北京 深圳 电视剧《问苍芒》正在热播 王仁君在剧中饰演青年毛泽东 日前他接受我们栏目专访 分享了创作故事 他说他和主创人员 在很多细节处着手 力求将伟人生活化的一面 展现在观众面前 《问苍芒》讲述了1921年至1927年 青年毛泽东在始至不移 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 逐渐从一名追随者成长为先行者 开拓彻 并探索出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故事 《问苍芒》这部电视剧 是我第五次有幸饰演伟人毛泽东了 被他的精神激励 心里心外他一直在影响着我 扮演历史原型人物 不同的历史时期 塑造的人物状态也是不尽相同的 比如说电影《1921》里讲述的是 那个时期的毛泽东 风华正茂 朝气蓬勃的 而电影《古田军号》展现的是 27年到35年间 中国革命的治安时刻 那个时期的毛泽东 是饱经沧桑 忍辱负重的 而《问苍芒》这部电视剧 讲述的是 21年到27年之间发生的故事 从一开始参加完一大 怀揣梦想 准备大胆拳脚 发出幽谷之问 再到痛定思痛 认清现实 最后到深入调查 总结经验 找到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 人物的这个期间的变化 是需要演员 去着重刻画 中共湖南党之部 正式成立了 好啊 太好了 为了向观众展现 可亲可信的青年毛泽东 剧组在服装细节上 下了不少功夫 今天毛泽东去安园的着装 还是一身为人的长衫 先生的打扮 但是到了安园 看到了老胡大众的衣食住行 决定马上发动工人运动 等他再次来到安园的时候 他的妆容啊 肤色啊 打扮都发生了变化 路况当局越这样搞 越说明咱们的路走对了 问苍芒还有大量青年毛泽东家庭方面的戏份 很多细微之处的设计 生动诠释了为人温情的一面 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革命一定成功了 说这个台词的时候 我是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情绪 因为毛主席在自己的爱人面前 是一个有担当 有依靠的好丈夫 他不能在自己的妻子面前 把悲观的情绪流露出来 但是作为一个演员 很难不去展开演讲 在几经克制的状态之下 还是忍不住 留下了一行泪 我还想看看 满头白发的你 是不是像现在一样 天真可爱 我对饰演伟人角色的创新 就是忘掉所有之前的表演技巧 凭着自己 对这个人物最真实的感触 一切 去塑造它 演绎它 近两年微短剧行业发展迅猛 有数据显示 去年10月1号至今年8月31号 视频平台共上线 1125部微短剧 同比前三年的上限量 实现了跨越式阶梯式增长 随着越来越多的 影视从业者入局 微短剧又将迎来 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呢 来看我们的独家观察 现在付费短剧 成为了短剧行业的 一个大的热潮 然后第二个发展是说 我们会发现 有越来越多的内容创作者 加入了整个灾道 行业里面内容创作 变得尤为重要 我们会发现有大量的 优质的网文 小说 漫画 甚至游戏 去进行短剧的改变 如今观看微短剧的人数 越来越多 年龄段也有所拓展 以快手平台为例 目前快手微短剧的 日活月用户 已超过2.6亿 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 快手星芒短剧 总播放量达600亿 女性观众的高占比 也使得古装 都市 爱情 青春类的微短剧更受青睐 我在做梦吗 既然是做梦 那我总得弥补一下遗憾不是 大家逐渐地开始寻找 到底什么是微短剧 属于微短剧特殊的 这种叙事的方式 比方说抱点前置 比方说压缩它的叙事的过程 等等这种探讨 可能是微短剧 可持续发展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在庞大的用户规模支撑下 大量微短剧创作者 持续进入行业 以快手平台为例 截至目前已拥有 13万微短剧内容创作者 粉丝量超过100万的 创作者近3000人 其中52%来自于 专业的MCN机构 影视机构和导演工作室 确实是给很多原先 可能接触不到 影视这个板块的人 很多的新的机会 而且内容可能也从 原先的野生粗犷 慢慢也会做到精致跟口碑化 更多的内容加入进来之后 这个市场只会变得越来越大 2022年 古风微短剧掌公主在上 收获了超过3.6亿的播放量 2023年 由原班人马打造的 东兰雪播放量破5亿 豆瓣开分7.5分 打开了微短剧 在古风领域的创作道路 主演《齐夏夏》 也见证了两年以来 作品在创作和投资上的升级 东兰雪相比长公主的话 在场景上的投入更大了 有一个宴请的戏 长公主是宴请一个人 然后桌上的菜 基本上好像就两三个蔬菜 到了东兰雪的时候 她的有六桌还是七桌菜 每一桌上都有鱼或者鸭针的 她会在这些非常细节的上面 去下雪本 就是为了提升整一个质感 在飞速发展的背后 微短剧的创作也带来诸多挑战 当下大部分微短剧 都是以小博大 如何走向精品化的创作道路 促进微短剧行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 就需要摆脱套路化 在形式和题材上 都求新求变 我们更加希望鼓励的是 精品优质的内容 未来下一段时间 对于微短剧行业来讲 真正能够抓住国民情绪 引起国民讨论的那些好的内容 才能够在大浪逃杀当中脱颖而出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昨天第五届蓝莓国际电影周 电影大师班在云南昆明举办 赵小丁 王燕辉 郑大胜等电影人 分别从电影创作的不同角度 进行了交流分享 有好运指导的记录电影 《人民万岁》 在北京大学举办看片会 影片以人民视角为叙事线索 甄选了中央新影集团典藏的 大量珍贵历史素材 展现了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道理 近日 众多短视频内容创作者 音乐版权方代表和行业专家 齐聚北京 围绕短视频创作生态 音乐版权保护等话题深入交流 专家建议短视频平台 通过大数据统计和智能算法 在爆款挖掘和版权保护方面 双向发力 现在是全有家居互动话题时间 今天的问题是 哪部影片是上周电影票房榜冠军 登陆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 积极参与话题互动 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有家居 提供的精美礼品 祝您好运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 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 芯片大片24小时直播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22点整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 我是蓝宇 我是巧云 明天见